大家好 大家早 刚去菜市场回来 买了一堆菜 来看看你们买了什么 大包的 这个应该是那个青花笋 然后它这个很大一包 50块 50块钱 然后我还买了水饺 就是那个市场 来现包的水饺 买了30颗 想说那个今天晚上可以 就是煮水饺来吃 手工现包的 这个会比 就是那种 超市在卖的那种冷冻水饺 还要跟他来吃一些 然后买了一点点的当归 还有这个 蘑菇 这个蘑菇是没有漂白的 所以它就是看起来是 比较稍微黄一点点 就是比较正常的颜色 有一种是它有 漂白 一粒一粒用保鲜膜 整合封起来的那一种 那我可能就 诶 可能是会有 稍微有整理过啦 然后它要卖相好一点的话 它就是会稍微漂白一下 比较漂亮 那我把它绑这样 因为就是这样 就是刚好 今天要炒这一盘菜 炒蘑菇 然后买了一小包的芦笋 这芦笋 已经是有先消好皮了 下面这个比较粗的 皮已经有先消掉 不过我如果要煮的时候 还是会再消啦 因为它这一段上面这里啊 其实还可以再消一些皮掉 吃起来的话 那个口感会比较好 还不会觉得也有点粗粗的 刮刮 然后 这个玉米笋预备跟芦笋一起炒的 它们合在一起炒 所以我就一起买了 感觉这样配色会比较好看 然后今天在市场有看到 这个是腌制的 这个算酸菜吧 腌制的酸菜 然后它吃起来就是 酸酸甜甜的 就是那种凉拌的菜 这一小包50块钱 这个酸菜这个有 就是那个老板很少看到 所以如果有遇到它的时候 会买一点点 因为酸菜它这也算是腌制类的食物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添加物 所以我这个都是只有买一点点 解解餐 就是不敢吃太多 然后买了一包长糯米 就买了一斤 买了一斤的长糯米 预备要来煮那个 哎 麻油鸡米糕 糖糯米 这一斤35块钱 就是都可以到那个传统市场去 那个像米行啊 或者是卖炸 炸骨骨炸凉的店 他们都会有 可以每天可以在那边现秤 你要多少秤多少这样 就不用一次买很多的量 要冰在冰箱 这我觉得还蛮好的 所以有时候买 要家里要用的材料的话 上传统市场买就是 可以买 刚刚好的量也还不错 而且去传统市场很有人情味 因为我在买那个水饺的时候啊 老板娘她现包嘛 所以我正在那边等 然后坐在隔壁泡茶的阿伯 就在跟我聊天 说那个现在 他在看电视 然后他就说 那个现在塑胶袋都要一块钱啊 然后他去陈大医院拿药的时候 也都没有给他塑胶袋 他要自己带塑胶袋啊 就阿伯一直跟我聊天 然后还买了一包这个 里面有鱿鱼干 然后香菇 还有这两罐是螺肉罐头 一罐105块 他这一个是 他这是南海的螺肉 应该有写吧 我看一下 这个应该有写 哦有有有写 南海食品的螺肉 你知道看到螺肉跟这个 你会想到什么 有人知道吗 螺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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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 但是蒜还没有买 我那个预计就是这几天要来煮那个 一个汤就是那个螺肉 螺肉 以前是叫那个酒家菜啊 或者是古早味的菜肴 这样 那我今天刚好去市场 就先把这个螺肉罐头先买回来了 他这个螺肉罐头还是有分哦 你看他这上面有写一个SP 现在可能是到凡的 他这个就是肉多 汤少的 然后也有一种是 一样是南海的 然后长一样的罐子 但是他好像是写18吧 另外一个数字就不是写SP了 那他那个是汤多肉少 那就是你自己选择 那我当然是买肉多的啊 因为干贝一定要吃肉多的 他坐在客厅的沙巴 还在拔呆耗呆耗呆耗呆 因为现在是早上 他还没有回过省来 所以我就买了两罐 一罐105块 我原本没有去市场的时候 我想说在虾皮早早看好了 但是我在虾皮看到是145 所以传统市场还是有比较便宜哦 这罐的小四十了 就还不错 所以我一次买两罐 预计要来煮这个 牛皮雷肉酸 没有了耶 讲完了也 然后我就买了一小块的姜 所以我今天就买了这些 我现在花了多少钱 35元 我来数数看我今天花多少钱 35元 然后这个是205元 所以是多少 210元 所以是多少 245 香菇买200 445 然后这些青菜我是买170块 这几样青菜就170块了耶 这样170块 不用拿起来没关系啊 你怕我收音不好吗 对啊对啊 不会啊 因为它这样已经在前面了 所以还可以 不用不用不用 我觉得我们在现在在里面很安静 没有应该没有什么收音问题 这鱿鱼帮我多少钱 但是我知道总共我这一在这一家 那个杂货行 花了499块 499块 嗯 我待会来加 加加看我总共花了多少钱 今天上菜市场多少钱 我来加 看起来当家多 对啊 等我一下哈 好 刚刚加了一下 这样子去一趟菜市场花了1039元 哦 其实有这些东西1039元 看起来没什么 对啊 应该是因为这个啦 这样就400块 这个就210块 然后这一包香菇200 对 我在那一天杂货店就花了499 这等于就花了500块钱 这支是多少钱 这支喔 他没有跟我讲这支多少钱 这样他就一起算啊 所以依我们之前买的经验 这一支大概是90块左右吧 210 210加200 410 499 所以这一支89块 差不多 好像不错 下次可以买两支 差不多 上次我们有做过那个 5味 5味酱了凉拌鱿鱼 就是用这个发泡的 那现在是冬天啦 冬天就没有做凉拌了 是淤� enormous 那时候做那个发泡好好吃喔 嗯 那还不错 它去外面很贵的啦 那是呀 欸 泡給牠很棒耶 這樣看起來比較大片 牠比較好賣 但是那個口感也不好 可是我今天買到這一包青花筍 還蠻便宜的 五十塊 這是我第一次買 不知道牠怎麼會這麼濕搭搭的 我等一下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青花筍 青花筍這個也只有冬天這個季節才會有 冬季才有 我待會來晾乾好了 牠可能想要讓牠新鮮一點 所以牠把它噴了一些水 這個如果是在那個超市的話 一小盒都69塊吧 冬天的時候我會一直買這個青花筍 因為牠也是跟那個十字花客的食材一樣 就是牠的營養價值蠻高的 剛好我有這個竹篩 竹篩是我們上次去買的對不對 對 我們上次買的 在那個路邊 嘉義市那個是什麼路 那個民族路 民族路跟那個哪裡啊 民族跟民國路 那個阿伯 有一個阿伯 這是牠親手做的喔 牠的店名叫什麼竹藝行還是什麼 對對對 牠常常來貨車 阿伯自己做的 對 牠應該做的 對 而且也不貴 牠的那個竹製品都價格很平實 牠那個價格就是自己做的 對對對 如果又是批發找別人做的 沒有辦法賣那個價格 沒有辦法賣那個價格 幾十塊而已 幾十塊錢而已 剛剛好這樣子就是可以 我那時候買就是想說可以 可以晾曬啦 蠻好看的齁 蠻好看的齁 這個濕搭搭的 我稍微讓它冷烘一下 不然蔬菜濕濕的 比較容易破掉 比較容易壞掉 對 好 那我今天就是這樣 今天買菜花了一千多塊錢 對喔 一千零三十九塊錢 好 那之後如果有做那個雷肉蒜的時候 再跟大家分享了 好 後面有一個阿伯在搞怪 我腦袋還沒有很清楚 對對對 他腦袋還沒有很清楚 剛睡醒的 乾杯剛睡醒的時候 很可愛很像小朋友 就會那樣子就是傻心傻心 好那這樣子 這支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以上就是買菜的分享 拜拜 拜拜了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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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想我們是什麼生物 拜拜 拜拜